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大家好 我是鑽報雷老闆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大盤殺破季線 所以今天幾個重點一定要看到最後 首先就是破季線了 我們要怎麼辦呢 來神之友照一下這裡 大盤殺破季線了 怎麼辦 第二個是我們的台積電 明天要法說了 財報的預測 來 今天的小禮物 就是要送你雷老闆的台積電財報預測 明天要下午要開法說了 台積電的財報預測 你是不是要小禮物先領起來 所以Lite 8 燒起來 輸入戶國神山 我就送你台積電財報預測 最後就是網友的問題 今天的問題很多 今天有什麼 有橘子 有4746的台藥 8086的宏傑科 當然偽創廣達這一些 節目的最後都會跟你講 OK 今天大牌已經殺破季線了 大家很緊張 所以老闆今天第一part一定要跟你講 殺破了季線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明天要拿台積電的法說囉 明天是台積電法說囉 那你今天一定要把台積電的這個什麼 我千辛萬苦 請製作團隊做出來的 我們台積電的營收法說財報預測 你今天加入我的Lite 8 我這一張就送給你喔 那你要輸入什麼 輸入護國神山 然後你要把我的YT訂閱的圖片截起來 跟我的助理說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了 那再輸入護國神山 那明天的台積電這麼重要 大盤現在得到季線了 如果你想要全台灣的股票可以反彈 台積電明天一定不能講太差嘛 那怎麼樣叫叫講得好 怎麼樣叫講得差 那你就是要先知道 台積電在上一次的法說會 他到底跟你說了什麼嗎 他有給你一個區間喔 有給你營收的區間 有給你獲利的區間 也有給你毛利率的區間 但你一定忘記了 所以你要來雷老闆的Lite 8要 好不好 截取我們的YT訂閱的畫面 跟護國神山四個字 把它輸入下去 對我雷老闆每天都會送很多小禮物 所以你要記得來領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啦 哎唷 同學 最近盤怎麼這麼正啊 正成這樣 然後呢 我雷老闆跟你說 我們希望的大盤成交量3000億是往上 如果往下就不太妙了 昨天跟你講 前天也跟你講 上個禮拜也跟你講 結果呢 大盤真的是連續兩天億喔 帶量下殺喔 昨天3000億 今天甚至接近4000億了喔 今天大盤的下殺量是3800多億喔 所以同學非常可怕喔 我折一下這個 好 那我們要觀察的重點是什麼 觀察的重點就是 這一波啊 本來以為貴買走的還好一點 但是今天加權指數的下殺 貴買有一點撐不住囉 但重點就是加權指數這一波11月 去年11月以來的上漲 其實已經讓融資 散戶的融資增加了兩百多億喔 所以今天晚上 就是你看節目的今天晚上 今天是2024年1月17號 今天晚上呢 你一定要看一下融資有沒有減少 如果融資有減少呢 那大盤回到季線這個位置 大概是17100多點的地方 在你合理上來講 應該要有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為什麼 因為從去年的11月到現在 行情好到現在 其實大盤都還沒有碰過 季線這個所謂的生命線支撐喔 如果這裡都不支撐一下的話 那技術型態在這裡會很可怕喔 那就會變成怎麼樣 系統性的風險喔 因為通常我們是基本面嘛 技術面嘛 如果這兩個東西都不支撐你的時候 就是你預測不到的 這就是系統性的風險 那系統性的風險有什麼 今天雷老闆來跟你講一下 因為就是全球現在的 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你看到 如果節目有看到最後面 一定會 雷老闆會給你講到 會給你帶到喔 那我們先回來看這裡 好 這是今天雷老闆 今天早上的日報 那日報還跟你講了喔 昨天大盤的領碟是台塑市寶 但我剛剛幫你看了 所以你聽我講就好了 台塑市寶 今天繼續跌喔 台塑 台塑化 南亞 還有什麼 台化 這四間公司 今天每一間都繼續跌兩三%喔 我隨便舉一加給你看就好了 我們先看 那個 這是台藥 這還不是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化喔 還是台塑都可以 稍等我輸入一下國字 太久沒看這幾家了 代碼都忘記了 所以同學你如果記得起來 台塑市寶的代號 也可以留言一下喔 好你看喔 你看台塑昨天大跌 是因為他們四寶跌喔 加權指數大跌是因為他們四寶跌 今天呢 他們還是繼續參了一角 但是今天是全部 幾乎全部的類股都跌 跟昨天一樣喔 是全面性的喔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欸 老闆你覺得很奇怪 明明昨天外資也回補了 一萬口的空單了啊 理論上應該還不錯啊 那昨天也下沙有取量啦 怎麼今天又下沙取量 而且今天取的量快要4000億喔 總共取了3800多億喔 這個韭菜都已經快要被炸成韭菜汁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最近也是一直積極的 在換族群換股來操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年10、11、12非常好嘛 現在1月進入了震盪期嘛 1月還沒走完呢 不知道喔 那整個2月一開始是農曆過年 但都還有機會 所以同學我們要怎樣 天天操練下去喔 那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晚上的融資能不能大減是一個關鍵 我找一下我的閃電小棒棒 差點找不到他 融資200多億能不能大減是一個關鍵喔 還有四寶能不能稍微質問一下 這個影響指數也很多耶 因為喔 今天大盤雖然跌很多 可是今天台積電沒有跌喔 所以最後一個重點 當然是週四的台積電法說嘛 所以你想要知道台積電法說 在上一次怎麼預測第四季的 你就應該來掃雷老闆的LINE AT 輸入護國神山 然後還有YT訂閱的畫面 跟來拿我的小禮物 等老闆已經幫你把台積電法說 上一次講什麼已經整理好給你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再看一個東西 看一個什麼東西 台股為什麼這麼差啊 我昨天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其實不是只有台股差喔 最近的韓股也很差喔 因為韓國跟台灣是很類似的 那早上店長就趕快衝進來就說 那其他國家呢 我給你看一下 店長這個問題非常好喔 所以你有沒有去思考 那我們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看畫面上來 我們到中間這一段 哇 這個世界地圖指數輪著走 所以你有我的谷海羅盤的話 你就可以看這個世界指數 非常的有怎麼樣 非常的有感覺喔 有即時感 好 我們台灣會在這裡喔 今天跌了185點 已經回到季線附近喔 現在是剛好點季線喔 收一點點的角 日本也是連兩天大跌了 韓國也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哪裡 最可怕的是香港喔 恆生指數喔 恆生指數現在還沒收盤喔 現在跌了627點 他是15000點喔 跌627點 大概跌4%了 同學已經跌4%了 如果大盤跌4% 那個個股都已經不知道 跌到哪裡去了 而且你如果看日K 看他每日的跌幅的話 他這個好像沒有底的 沒動欸 這個沒有煞車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很可怕 全球都這樣喔 歐洲啊 也是喔 昨天每股四大指數 也是都跌喔 但是呢 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今天早上 台灣的AI股 AI伺服器股 一度看起來還比較強 你看喔 因為NVIDIA昨天還在創高 563塊 AMD昨天還在創高 漲8% 158塊 兩大AI龍頭都還在漲 好 那你說AIPC的有沒有漲 AIPC裡面 電腦裡面 就用到最多的軟體 就是Microsoft 就是微軟 微軟昨天也創高 390.27 那再看一下 另外一個電腦巨頭 戴爾 戴爾昨天也79塊 高檔附近 前天還 前兩天還創高 所以也難怪今天 本來大家覺得 昨天已經跌很多了 所以呢 今天應該來抄一下底 所以早上AI股 我這裡就回答你了 同學 為什麼早上AI股 一開始氣勢如何 偽創甚至要去100塊的附近 你看 熱騰騰的台積電 那個預測股 所以同學 要來燒得Light 所以你看 早上為什麼 偽創廣達這些股票 我順便已經在回答 同學留言的問題了 為什麼早上他們比較強 但是呢 收盤的時候 偽創又回到了98塊 我們來看一下 偽創收盤的時候 你看 早上一度 大家都說要回100了 今天要來買偽創了 因為整個盤是他最強 我跟我的抠訊的同學說 不行 我們早上還要低掛 同學說前兩天都那麼強了 低掛都沒有掛到 那我們要不要再來低掛 我們一定要低掛下去 這個盤 能守住1%的成本 守住2%的成本都OK 你就算做短單 你的停損也要抓很短 對不對 同學答應我好不好 這個盤 如果你只是要進去做短單的 部位不要壓超過5% 買個35% 直指手癢就好了 然後呢 停損都設置在5%左右 或者是5%更少 這樣呢你的總部位 大概只會影響多少 總部位大概 如果100萬的話 會影響不到1萬塊 大概影響個三四千塊 那你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去參與各股的輪動 這就是雷老闆要跟你講 資金水位控制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控制資金水位 沒有關係 你可以來參加雷老闆的開春第一報 最近股市都這麼慘了 知道要上課了吧同學 2024年第一季 那時候雷老闆就跟你說 時間最貴 你越慢參加 你越慢參加我的會員 你就越容易進入什麼 股票震盪期 股市震盪期 現在的1月震盪你已經知道了吧 如果你早在10月11月12月 那時候你就是雷老闆的會員 或者日報成員 你那時候賺的錢 跟現在1月來講 你所停損的錢 還是說你有稍微獲利回度的錢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已 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1月的課程 剩下4天同學 你再不好好把握 4天後我開課了 我要跟大家講說 現在大盤回到季限了 怎麼樣佈局在各個族群 如果到時候你不來 你要去看其他老師 我也沒意見 因為很多老師都很厲害 績效到現在都什麼 200% 300% 我雷老闆沒有那麼厲害 我10幾年來 我人做的就是慢慢的累積 所以我每個月要是長期下來 好的月份 我有20 30% 30% 這樣我就很開心了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 我沒有其他老師那麼厲害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如果以我去年第四季到現在 我的績效還是算不錯的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 來跟我一起 怎麼樣 穩穩的把報酬率往上墊上去 那我們1月21號 布局農曆年後的股票 就相當的重要 你到這個時候你終於要相信 時間最貴了 所以為什麼早來晚來 不在去年10月的時候你就來 但是現在大盤又往17000點跌了 又有機會來複製去年10月11月那時候 從16000多點開始往上漲了 因為國際的指標股 美股的指標股 你今年能做的題材 AIPC跟AI Server的題材股 還在創高 那最近可能是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 我馬上就要講到了 所以才讓資金有點撤離 如果大盤真的在季線這裡有守住 資金又要回來了 大家看戰爭好像又沒什麼事了 或者影響不是那麼重要了 那事實要重新布局 所以為什麼在1月底 那時候蕾老闆設定的時候 不是在1月初 這次隔比較久要在1月底 因為我知道 農曆過年的這7天 台股不能交易的時間 你沒有把局布好 你就很難知道 你過完年你就很難知道說 你要怎麼動作 你就會很慌 過年期間你也很慌 但是你沒有辦法動作 為什麼 因為台灣休市 你怎麼動作 對不對 如果美股又怎麼樣 所以你要在1月21號的時候 就把你資金水位控制好 就把你的各大族群設置好 就這麼簡單 所以LINEET掃起來 趕快1月21號來報名 雷老闆的課程 我手把手的教你 怎麼樣做資金水位的控制 怎麼樣知道雷老闆的賺報三刀流 好 剛開始提到了 為什麼最近 各國 你剛好看到這個畫面 再回來給你看一次 這個畫面上的 每一個國家都在大跌 就算美國這麼強的國家 AMD NVIDIA在創高的國家 它四大指數還是跌 因為最近好像熱錢在大逃殺 這是經濟日報的大頭版 那我來幫你解析一下 那為什麼 因為你看兩邊都在講 所以你新聞寫成這樣 今天能不恐慌嗎 你來 陳志文照這裡 俄烏戰爭 從去年打到現在了 從前年打到現在了 朝鮮半島現在也撕破臉了 南韓北韓撕破臉了 小字你不用看了啦 台海局勢 你看還顧用綠色地圖 有人說綠營營了 就比較不利兩岸的局勢啦 所以台灣的台海局勢也來 中東衝突 有沒有伊朗昨天 跟那個不是射飛彈嗎 所以看來看去全世界都在打了 你看這個這個是什麼 歐洲嘛 啊這是東北亞嘛 這是東南亞嘛 對東亞 啊中東 哇 會不會再過個三個月 那全世界都在打 只是現在外太空沒有打了 所以今年的這樣 是很震盪不安的 所以今年布局會非常難 我必須跟你講 真的 今年布局會很難 所以我們今天經濟日報 跟工商時報 它所擔憂的 其實我覺得有它的道理 昨天外資已經賣超451.3億元 我們今天等一下 李老闆還要幫你看一下 外資今天有沒有繼續續賣 但這個是史上第十五大當日賣超金額 同學 這個時候新聞我就教你怎麼看了 它如果能排進前八大 前六大比較重要啦 為什麼 因為台股現在是一萬七千點 一萬八千點 我們現在的日成交量 像今天是三千八百五十億嘛 昨天是三千億嘛 所以昨天外資的賣超金額 佔了十幾% 那這樣子就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 他說現在是歷史第十五大 一定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從台股上萬點之後 我們的成交量 都已經在三千億 四千億五千億啦 對不對 所以你賣超隨便都有可能三四百億 所以你要你隨便輕輕鬆鬆 就會擊敗過去的歷史了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只是擠入前十五大 我要表達的是如果他今天擠入前五大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擠入前五大 那就一定是台股今年震盪高峰 台股一萬七到一萬八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有這個賣超 如果他擠入了前五大的話 對我們台股的史上前五大 很容易會是在這幾天 當然你要是說什麼槍擊案 還是說什麼過去特殊的案件 那除外 那是你預測不到的 但今天是你市場上 你也不是說要預測什麼 超級政治事件 或者是維安事件 而今天是市場上外資就是賣 那這種的 如果擠到前五大 你就要很小心 好所以十五大呢 有可能只是一兩天 這一兩天可能都會這樣 說不定今天的新聞出來外資續賣 不好意思又進史上前十大了 但重點 重點就是 明天台股的台積電法說 有沒有人能撐住 我們來看一下加權指數 所以很多人今天來留言問 加權指數 現在不管是雷老闆羅盤的參數 還是你們熟悉的 你們熟悉的什麼 你們熟悉的季線 今天都來碰了 你看月線十字線 我說這一波很可怕 這一波最可怕的是呢 不管是股票也好 指數也好 十日線跟五日線月線這些都沒有什麼在手的啦 都是常常這樣一波下來就回季線了啦 好 那技術分析有用的話 技術分析有用的話 總是該在長期均線要一個支撐吧 你覺得今天有支撐嗎 我問你覺得今天有支撐嗎 如果沒有支撐就直接跌下去了嘛 所以當然今天還是有一點支撐嘛 所以會撐在這附近嘛 所以明天 你一定要考好的觀察 好 通常來講我們上一次這樣子跌破的時候 已經是在什麼時候 已經是在去年11月了 11月之前 你看去年11月之後台股漲上來之後 這整波台股沒有跌破季線過 我的季線是黃色這一條 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啦 同學 之前呢 如果破會連續破個兩三天 我希望這一次不要 但是破這兩三天的時候 假設後續有勾回來 就是你佈局的最好時刻了 所以這裡接下來的走勢 會不會跟去年這一波一樣 8 9月 10月這時候一樣 就是呢 雖然跌破季線 然後整理之後 你有機會可以做到 第四季底這個偉大的行情 好不好 去年10月 11月 12月 很多人都把AI培的給賺回來了 對 如果沒有 那就是比較可惜選錯股 所以今年一個很重要的 還是在選股 所以我為什麼 2024年1月21號 李老闆的課 Lightight燒起來 要叫你好好的把選股給做好 這裡呢 短線換股比較快 還是股票比較震盪沒有關係 因為都是小打小鬧而已 如果真的行情回來了 10月 11月又要複製一波 那這時候你又沒有 手上沒有半張股票 那你一樣 1月的行情你賺不回來 去年AI伺服器你賠的錢 你也賺不回來 跟我們大盤指數最有相關的是美元指數啦 美元指數你最近怎麼看 同學你怎麼看 其實美元指數最近 我曾經跟你講過 如果美元指數跌 那美國的指數就容易怎麼樣 漲嘛 所以是反向的關係 那最近美元指數又漲了喔 稍微又漲回到103.5的附近喔 所以這兩天美股也是跌的 但我們不要笑美股 因為全球的市場 除了這個越南之外 全球的市場 韓國 日本 上海 恒生 一線沒有手啦 那很多人會問我嘛 那要回到哪裡 那就是回到過去的常態區間嘛 過去的常態區間就是16500到16800之間啦 那16500到16800之間的時候 你也不用怕沒有股票做 到時候會有很多股票 它回檔到那時候你覺得便宜的地方 因為這一波很多股票已經漲了四成五成了 還有的股票漲一倍 甚至是過高 所以你不敢追 那如果大盤能有效的收斂一下 回到17000點上下 開始震盪 開始把一些融資餘額少掉 那很多股票它會有超跌的跡象 那這時候就有機會來佈局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喔 今天大盤又殺更多量出來了 已經殺到3800億了 已經許久沒有接近 看到4000億左右的量 從去年12月到現在 已經很久沒有接近4000億的量了 上一次出現好像是在12月中的時候吧 這一天的時候 那一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5000多億喔 有沒有看錯 對5000多億 這也是5000多吧 比較小啦同學 那個如果你可以去查一下 12月15號那一天 或者是我等一下請我的那個 小幫手幫我查一下 去年12月底量比較高的時候是12月15號那一天 好 那台積電呢 唉呦 我們很快喔 雷老闆的iPad又開始跳東西了喔 我來幫大家更新一下好了 你看 我剛剛講的 昨天的400多億你還不要太緊張 今天外資的賣超 好我這裡看到了 你哪可以去對一下 因為這盤中更新的 直播中更新的 我今天外資的賣超是782億 同學 所以你看 7802億這一次有機會擠到前五了喔 有機會喔 甚至 我不確定 因為我現在沒有馬上比較 但782億明顯比剛剛400多億 多很多吧 一天喔 所以我這更新的很快 你看 老闆錄影片的時候就即時更新 我錄影片的時候是三點 好今天自營商呢 也是賣超 今天自營商賣超70億 欸欸等一下喔 自營商自行買賣加自營商避嫌 喔今天自營商可能是小幅買超喔 合計起來的話 好那投信今天是買超68億 所以今天三大法人總計合計 賣超700億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很多 蠻多的 但有沒有機會 今天是一個超點呢 因為如果要反彈 為什麼我說季線的我要反彈 你這個外資賣超700億 欸 整個三大法人賣超700億 短線上來講賣非常多欸 那你再加上昨天外資也賣超400多億 今天賣超782億 這樣總共賣了一千 接近一千兩百億了欸 他賣的再怎麼多 他總是要緩緩吧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要抓反彈 這才是為什麼很多人說 今天啊 跌到季線 有機會反彈 你除了指數得到季線之外 你還要知道說外資短短兩天 已經殺出一千兩百億了 那他要再繼續殺下去嗎 你要知道有這個邏輯概念嘛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今天說 哇 殺出資矮了 有機會 那晚上如果融資再大減 那明天你的持股就有高機率的反彈 所以反彈要怎麼做 欸 同學 如果你有關注一些股票的 是我抠訓會的 反彈要怎麼做 那你就是要注意我的抠訓喔 好不好 最近的盤中抠訓 有時候會比較及時 為什麼 因為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就需要有人幫你顧好啊 所以注意囉同學 那我們來幫你們看一下OTC好了 今天講什麼股票 族群多好 神之手提醒我 大家聽不下去啦 今天就是要把大盤 有沒有關鍵支撐講好 回到櫃買指數 櫃買指數現在還沒破季線喔 所以明天的劇本可能是怎麼樣 一早開低走高喔 那加權指數可能 今天這兩天殺很多了 所以加權指數可能開個平盤 或者如果要反彈 有可能找盤就先紅了 那最好的劇本就是什麼 最好的資源就是櫃買 明天去 也去碰到一個關鍵支撐 開始反彈 關鍵支撐就是櫃買 也是碰季線 櫃買季線在多少 我幫你看一下好不好 226附近 那加權今天已經 大盤已經碰了 所以呢 如果明天開低走高的話 就有高機率大盤在這裡指紋 這個人老闆看的 因為短線真的是殺蠻多了 如果晚上籠汁又減個 100億好了 哇 那今天真的是殺出汁來了 真的是 有捲蛇的汁跟沒捲 有捲蛇的汁跟沒捲蛇的汁 今天都被殺出來了 你不要看你老闆笑笑的 我是希望苦中作樂 給大家一點歡樂 所以大家要記得喔 我們這種盤只能怎麼樣 我們這種盤只能天天操練 你們現在開始知道 盤不好的時候操練的重要性了 你們就是要好好的練EQ 心態絕對不要在這個時候崩潰 你的心態你強烈 全部的操盤手的心都很強烈 就是天天操練 日日栽培出來的 所以你必須把你的心態給練好 那股市越快你要怎樣 股市越快你要心則慢 好不好同學 你要答應雷老闆 那接下來呢 雷老闆要給你看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今天有很多人來問問題嘛 那沒辦法給你看台積電的那個啦 台積電那個是要用送的 但有一個東西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有一個東西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我昨天有講到的 所以這時候看一下這裡喔 台積電昨天大摩 他看衰毛利率是52% 那台積電長期認為53% 是符合他的毛利率的 所以呢我也可以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留來掃雷老闆的Light 8 留下護國神山之後 你拿到的那張台積電 欸沒有人送小禮物送的比雷老闆 準備的還有誠意吧 每天都是幫你們整理好的 那如果台積電呢 最重要的就是第四季的毛利率不能太差 為什麼 那怎樣叫差怎樣叫好 歡迎你來索取 就是呢如果出來毛利率 是我寫的那個預測值的以上 那叫做優於市場預期 以下呢 就稍微低於市場預期 那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第四季是台積電的旺季啊 所以如果你看去年十月台積電的營收 不是兩千多億嗎 超級好欸 然後我就跟你說 十一十二月會遞減嘛 因為 他的第三季法說就有獎 那獎了之後呢 你就要小心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台積電的營收還是很好的 那如果很好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都來跟你拉高階的產品 你的先進製程的產品 那大家就會希望說你開出來你的毛利率不能差太多 台積電的營收都是一個月幾千億在跳的喔 所以你差一趴的獲利 就是差二三十億喔 如果他整季是六七千億 他差一趴的獲利就是差六七十億喔 六七十億就很多公司一整年的營收了欸 但是只是他毛利率的一趴欸 所以台積電的獲利 如果少一趴是少六七十億 你覺得不多嗎 所以 什麼叫優於市場預期 什麼叫低於市場預期 歡迎來拿雷老闆的小禮物 LINE AT 燒起來 庫國神山打下去 YT 訂閱截圖來 我就送了 欸我們做的很精美欸 整張藍色的欸 我不相信你這樣看得到 我也不想給你看 對不對 做的很精美喔 所以你要拿走好不好 我們每天的小禮物都很用心 接下來回答一下囉 最後一part來回答一下 大家今天問了什麼問題喔 我拿一下問題表 今天還有人問我橘子 有人問我4746的台藥 有人問我8086宏傑哥 簡單的用 螺盤幫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8086 8086當初雷老闆 欸去牛帶著大家做的時候 只有漂亮而已喔 我們幾乎是接在波段最低點喔 所以我來參加我課程的重要性的人 課程當天的人 那一次 不好意思我講錯了 那一次文帽 我們接在最低點 然後之後呢 我抠訊了會員 我來把他無縫的文帽 高出之後轉入宏傑哥 好 所以我來參加我課程的人 那一次拿到了文帽 那宏傑哥呢 我們後來轉入的時候呢 大概在120塊的時候買入的 最後我們是忍過了 這個連續的黑K 我們最後在140塊附近的時候出場的 所以這個短短的幾天 大概漲幅有快兩成左右 那之後我就一直沒有在進場了 所以你看之後每次進場 同學也是都很慘 破一次再破一次 現在宏傑哥最低來到112囉 但是 同學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畫面再給大家看一下 宏傑哥最低來到112囉 我看著畫面講好了 那 如果接下來這裡是反彈 那問我宏傑哥這個同學 我跟你講 這裡也是關鍵支撐 MA參數技術心態的關鍵支撐 那110幾大概就是他這一波 低點上來以來 其實沒有差很遠了啦 從去年10月多上來以來 他低點大概在100塊附近嘛 那你總不 除非大盤回檔到比去年的10月9月還要低吧 不然你總不能要求說 他漲了那麼多要全部吐光 那我跟你說 假設你手上有的人 因為之前已經有其他人來問了 那時候我就說 如果你有的人 其實你早就要先走了 因為那時候的技術形態走得非常醜 就是MA參數1 黃色這一條都站不上去 然後又連續黑K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你早就該走了 那如果你是最近在問我說 你想不想要買的人 你這裡可以 假設你要進場你要守得非常低喔 怎麼守大概就是 你看得懂就看得懂嘛 所以如果你要防守的話 你只能抓很短的防守 而且上去你要先坐駕查出一趟 知不知道 好這是我給宏捷柯人的注意喔 紅色黃色跟MA2參數 這裡在區間震盪 如果牌沒有那麼不好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之前的那一次進攻會上去 為什麼 因為橘子其實從12月開始 他要代理韓國的一個新的遊戲進來 那這個遊戲已經在韓國上線了 那已經不輸當年橘子大漲那一波天堂M的時候 所以我們觀察橘子就是觀察橘子的基本面的話 就是他的新代理的這個東西叫什麼 我看一下我還不太會唸 叫波拉西亞的戰記啦 那他今年的第三季還有一個叫做救世者之數 這個都是很紅的手遊 所以我們就要是看他說 今年能不能靠這兩個手遊 讓他的EPS可以怎麼樣 可以賺個七八塊錢 如果EPS可以賺個七八塊錢 他今年的本益比在這裡就相對比較低 所以你有來問橘子的人代表你很內行 你有在觀察遊戲嗎 對 因為你老闆以前非常喜歡玩遊戲 所以要小心喔 就是小心什麼 小心接下來的橘子他的營收能不能開出來 因為接下來二月是什麼 二月有農曆年的年假 又有寒假 所以二月是整個遊戲的旺季 其實一月底以後開始就算了 所以他這一檔股票一二月的營收 其實也蠻具參考性的 要看一下好不好 那他舊的一些遊戲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都在改版 所以理論上也要有不錯的成績 我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分段做的話 就是前高的地方你可以粗一點 那剩下的部位抱著看看基本面 看可以怎麼樣讓它飄上去 所以我回答了這個橘子的同學喔 我來看一下喔 所以YUANNO7 洪杰科 營業營收持續攀升 我先有回答你的問題喔 如果他的股價有沒有機會攀升往上 這是再回到剛剛宏杰科那一個喔 那我就要說他一月的營收 基本上已經有開始起來了 但是宏杰科他是高本益比的股票喔 你只看營收座或者只看獲率座有的人會買不下去 他是一個做一個趨勢的 所以他前面已經反應過一段喔 那現在一月的營收還是 十二月的營收還是很好 那如果一月的營收有機會持續攀升 我剛剛講的這個位置 我問了你老闆橘子怎麼看 所以我剛剛也跟你講了喔 遊戲橘子現在就是要看一下 第一個如果他第一季的營收在起來 我再幫你多補充一點好了 因為這裡有團隊有補充給我 就是風之谷 他之前紅的風之谷 他已經整年沒有更新的 那他最近有更新 所以他第一季的營收要不錯 那第一季還有一個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在韓國已經上線的遊戲 波拉西亞的戰記 對 那如果來台灣上市的時候 他會貢獻橘子蠻多的 那一個是舊遊戲的改版 一個是新遊戲 大遊戲的上線 這就是2024年橘子的利多 好不好 那如果要看的話 這大盤 只要直穩 我覺得基本沒有上去 等他營收開出來 他是有機會走一波的 但是你可以分批來獲利了結 那最後還有一個人問我4746的台藥 欸這誰問我的 看一下 User 帥帥的雷老闆4746這個股票 我幫你看一下欸 其實他還不錯欸 他在技術線型來講的話 他都走在MA參數之上欸 我覺得你找到這檔還不錯 然後呢 以我的技術指標來看 先來看線的力量 欸 同學羅盤買起來 羅盤買起來 就可以自己看線的力量 線的力量不錯 然後呢 短期KD指標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檔 如果你成本在這附近的話 你可以抱著就好了 對 那當然不要跌破 不要抱到區間平台整個破啦 就是你包到這裡的話 如果MA2參數沒有支撐 你差不多就應該走了 那MA2 MA2參數大概在100塊附近啦 所以通常100塊股票的以上 100幾的股票在100塊會有一個強烈的防守意義啦 這個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我看到台藥的同學 那我再多幫你看一下營收好不好 好講完這個我們要下課了 我要記得要趕快掃light來打護國神山 來拿雷老闆的禮物喔 台藥的營收啊果不其然 12月的營收也是跳很高啊 所以為什麼股價最近會強勢 最近股價如果要強勢的公司 通常12月的營收月增率都要很強 所以台藥的營收月增率是超過5成喔 那整個在年底的時候 全年的年增率有來到15.8% 所以這檔股票相對來講 應該是穩中求勝的 因為我記得過去我在看的時候 他都是賺錢的公司 來看這裡 那如果他這個營收再上去 你看他一季賺一季賠 那如果今年的營收都這麼好 我猜他接下來是高機率都會賺錢喔 每一季會賺錢 如果回到每一季會賺錢的話 那這裡的股價去挑戰前高 121塊附近 我覺得就蠻有意思的 但如果你覺得前高這個量很大 你到時候想要在這裡出一點 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台藥也幫你分析完了喔 基本面跟技術線型看起來都還不錯 所以你選到了一檔 我覺得還不錯的股票 只是下檔的風險你自己要抓好 我剛剛也給你暗示了 大概就MA1參數跟MA2參數 那剛好落在100塊附近 你自己好好參考 要散射停利 這個盤小輸就是贏 那小賺就是大 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留言差不多到這裡喔 如果你想要問雷老闆問題 你都可以來留言 那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會盡量的回覆你 好不好 那節目的最後再次的提醒 你如果想要雷老闆的台積電預測 那麻煩你來LINE8 留下護國神山 然後呢 把你的YT訂閱截圖 掃下來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這個電話 我這個電話 最右上角其實我有電話 你有看到嗎 229149G15 你打這個電話進來 可以跟我的助理要說 我想要今天台積電的預測圖 你不太會用LINE的沒關係 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的助理就會送給你了 好不好 今天節目到這邊 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我是專門老闆的老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明天見